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入在以色拉记 第十章16到44 是我们以色拉记的最后一个段落了 十六节 被掳归回的人如此而行 这里指的是 昨天我们提到 众人立志要离绝 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 那他们决定说 这个事要慎重 人那么多 而且下着大雨 我们没有办法很快办完 不是一两天能够办完的事 所以要为全会众派首领办理 所以第十六节这里就提到 被掳归归回的人如此而行 就是要找首领 祭司以色拉和些族长 按着宗族都指明见派 在十月初一日 一同在做查办这事 前面是九月二十日 所以大概花了十天去选出组长 选出众组长 众领袖来查办 一同在做 就是一同坐下查办这事 就是找到了首领跟这个以色拉一起来处理这个事 到正月初一日才查清取外邦女子的人数 前面是九月二十日 那到了十月初一日就花了十天找了首领 花了两个月才总共清查出来了 所以是很仔细的 很小心的 后面这些人加起来大概一百一十三个家庭 大概一天查了两个家 所以是很严谨的很小心的很谨慎的去处理 因为这件事情知识体大 对每一个家庭来讲都是大事 要清查清楚 确定清楚 在祭司中 这个就让人难过了 对不对 这里面祭司 祭司立位人恐怕是最多的 在祭司中查出 娶外邦女子为妻的 就是耶稣亚的子孙约撒达的儿子 和他弟兄马西亚、以利以谢、亚利、吉达利 他们便应许必修他们的气 他们应有罪 就献群中的一只公民羊赎罪 就是按着摩西的律法来献赎罪记、赎千记 一脉的子孙中有哈拿尼、西巴蒂亚 哈林的子孙中有马西亚、以利亚、士玛亚、耶歇、乌西亚 巴斯护尔的子孙中有以利、约乃、马西亚、以斯玛利、拿坦耶、约撒拔、以利亚撒 我们如果稍微对照一下 当时候索罗巴伯归回的那些名单 在二章三十六节 祭司 耶稣亚家、耶大亚的子孙、因麦的子孙 巴斯护尔的子孙、哈林的子孙 有四个家族 祭司归回 那么他们当中都查出又娶外邦女子为妻了 也就是说 基本上归回的这群人里面 每一个这四个家族的子孙 都有人在这世上软弱跌倒了 二十三节 立位人中有约撒拔、世美、基拉亚 基拉亚就是基利他 还有皮他西亚、犹大、以利亦谢 那对照名单呢 在二章四十节 那时候立位人回来的只有一个家族 就是耶稣亚和贾灭的子孙 七十四名 所以应当都是贾灭的子孙 那接下来是 歌唱的人中有以利亚时 守门的人中有沙龙、提莲、乌利 以色列人巴鲁的子孙中 有拉米、耶稀亚、马基亚、米亚明、利利亚撒 马基亚、比拿亚 这些人是 前面是祭司、立位人歌唱的 那这里是等于是领袖了 家族了 就是百姓 我们前面看到的是归回的百姓 这里看到的是得罪神的百姓的名单 其实心里面也是很伤痛 二十六节 以然的子孙中有马他尼、撒加利亚 耶稀这里刚才我们有读过了 亚底、耶利末、以利亚 撒土的子孙中有以利约乃 以利亚是马他尼、耶利末、撒拔、亚西撒 二十八节 比拜的子孙中有约哈南、哈拿尼亚、撒拜亚勒 巴尼的子孙中有米苏兰、马路、亚大亚、亚树、施亚、耶利末 巴哈摩亚的子孙中有阿迪拿、基拉、比拿亚、马西亚、马他尼、比萨列、兵内 马拿西、哈林的子孙中有以利以谢、以士亚、马基亚、士马亚、西棉 边亚敏、马路、士马、利亚 哈顺的子孙中有马特乃、马达他、撒拔、以利法列、耶利买、马拿西、施美 我们在想,当众人这些领袖、长老去探查的时候 那把这份名单交在以士拉的面前 那以士拉在看这些名单的时候 心里面是何等的伤痛、难过 就说,哎呀,为什么又冲到府侧 那么我们也去回想,上帝的心怎么看这些事 上帝的心也一定是很伤痛 那其实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了 我们领受神的恩典 可是我们可能也一样正在重蹈覆辙 我们过往也许因为贪心、因为骄傲 我们失败跌倒 后来呢,有人跟我们传福 因为我们信了主 信了主之后 我们又再次骄傲、又再次贪心、又再次得罪神 我们总是会在恩典当中忘记神的恩典 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三十四节 巴哈尼的子孙中有马代、暗兰、乌易、比拿亚、比提亚、基禄、瓦尼亚、米利墨、以利亚时 其实在念的时候是很沉重 因为就代表着一个家 马特尼,马特奶、亚扫、巴尼、宾内、四美 斯利米亚 拿丹 亚大亚 玛拿底拜 沙塞 沙莱 亚撒利 斯利米亚 斯玛利亚 沙龙 亚玛利亚 玉蛇 尼波的子孙中有耶利 玛塔提亚 沙巴 西比拿 玛大 约尔 比拿亚 这些人都娶了外邦女子为期 其中也有生了儿女的 我们所盼望的是将来在天上上帝按着我们的名字 以呼唤我们是要给我们奖赏 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确实就像我刚才说到 我们在软弱的里面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们信了主 信了主之后 我们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又跌倒 可能会犯同样的错 又再次软弱跌倒 我刚才在念这些名单的时候 其实心里面是很忧伤的 也是一个提醒 因为其实我们的名字很可能也都在这个名单里面 因为我们还是会重蹈覆车 我们的生命还是有很多的软弱 但是求神帮助我们 因为前面这个释迦尼他就已经说了 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 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笃定 我们还有指望 只要我们离弃罪恶 为什么他有那么大的信心 跟确局 因为我们的神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 因为我们的神 他没有按照我们的国犯带我们 所以这些人 我相信 他们是软弱了 但是在念的时候 虽然是得罪神的名单 不过他们都怎么样 在第十章的十二节 会众都大声回答说 我们必照你的划行 我们必定要按照上帝的心意 我们必定要悔改 我们必定要离弃罪恶 所以还有指望 纵使是祭司立为人 当他们愿意悔改的时候 上帝还要用他们 各位弟兄姐妹 这真是何等 有分量的恩典 这个最后的名单 就这样结束了 可是他背后的那个 余音 就是那个背后的声音 就是悔改吧 上帝还要用你 悔改吧 现在就是悔改的时候 当然这一段 也给我们一些其他的提醒 有祭司有立为人 也就是说 所有的身份 所有的角色 都有可能犯罪 不要以为我们是小组长 我们是传道人 我们是每天这个在教会里面服事走动的人 我们对罪就免疫 撒旦无所不用其极 要来偷窃杀害毁坏 我们要更多的警醒 祭司立为人 他们是最清楚上帝律法的人 但是在这份名单里面 他们却占了最多 求神怜悯 求神帮助我们 就是在整个以色拉读完之后 我们心里面应当 要有几个理解 第一个是对于上帝的恩典 整个过程都是神开始 对不对 上帝的工作 以及人的软弱 一直到归毁的这些百姓里面 人还是这么软弱 全然是上帝的怜悯 今天教会的建造也是 今天我们能够继续侍奉也是 都是神的恩典 都是神的工作 但愿我们读完以色拉基 我们对神有一个更深的敬畏 对他的公义有一个更深刻的看见 对上帝的恩典怜悯 有更多的体会 以至于我们对神的爱更多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的主谢谢你 最后是一份冗长的名单 从负面的角度 是得罪你的名单 但是我们却看到 这也是一份悔改的名单 后主啊 我们就是这些人 我们过往 要走自己邪气的路 我们头破血流 以至于有一天我们 听到福音 这恩典闯进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成为基督徒 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又骄傲了 又自我重心了 又血气了 又跌倒了 后主我们就像这些名单一样 但是你却挑战我们 却告诉我们 邀请我们 还是悔改吧 我还要用你 还是悔改吧 回到我的面前 我还要祝福你 求主你让我们的内心 回荡着这样的邀请 以至于我们今天 就彻底的回转 悔改归向你 谢谢主持人 给我们以色拉基 愿主你继续 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 继续对我们说话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谢谢主持人